众所周知,自从巴西球星保利尼奥,在去年从广州恒大成功转会,至西加豪门巴萨之后,国内媒体和球迷对广州恒大的关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。 由于巴萨引进保利尼奥,是花费了4500万欧元,因此外界对广州恒大也是进行了很高的评价。 大家都认为广州恒大的球员,输出在亚洲已处于领先位置,原本以为,随着中超联赛重新开启新的征程,最近一段时间广州恒大应该不会有球员输送到欧洲联赛。 可是,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,近日,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发现,继保利尼奥后,恒大又向欧洲联赛输送出了一名球员。 据丹麦瓦埃勒俱乐部官方报道,经过与球员本人协商一致,曾庆坤从广州恒大与被对加盟瓦埃勒,这是一名可以出任多个位置的中场球员。 出生于1997年,他将随俱乐部一线队进行训练,他与俱乐部的合约期限至2021年6月30日,从阿埃勒俱乐部的官方报道可以看出。 在保利尼奥之后,广州恒大又向欧洲丹麦联赛输送了一名球员们,而且已经得到了官方宣布。 虽然丹麦联赛并不是欧洲的主流联赛,但能够输送出一名中国球员到丹麦联赛去历练也是相当不错的。 目前我们虽然不清楚曾庆坤是否能够在瓦埃勒打上比赛,但何以肯定的是,只要曾庆坤能够虚心学习,努力锻炼,提升身体的对抗力,那么在丹麦联赛获得出场的机会并不是问题。 毕竟这次加盟瓦埃勒是直接跟随一线队进行训练的,而这点已经说明,曾庆坤是具有一定实力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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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